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六百二十二页 六百二十二页 请看到数第四行 有法华经约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成拿摩佛 皆已成佛道 这是一段 这段法华经上的开示 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它是事实 这就告诉我们 在我们阿勒耶士里面 种下了一个佛的种子 它迟早有一生 有一世 必定会产生殊胜的效果 什么效果呢 将来绝对可以成佛 它既然是以散乱心念佛 也能够成佛 那我们每天都在念佛 而且念的佛不止一生 同时我们念佛非常专注 诚心诚意 想要去西方净土 所以大家看净土圣贤路 那么多的大德 出家在家大德 它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三年五载 就成功呢 关键就在于 人家做到了诚敬 真诚 恭敬 支持名号 心里面所思所虑的 只有想到西方净土 只有想到阿弥陀佛 别的事情 不放在心上 事情是可以照做 但是呢 心里面惦记得 唯有弥陀本尊 那为什么其他的事情 不可以放在心上 因为一切现象 包括人事物 都是假的 所以佛法里面常说 般若无知 我们每天修什么呢 就是修那个无知 什么又叫无知呢 无知就是本经经题上 所讲的清静平等 绝 这是我们每天呢 应该要真正下功夫的 等到您达到的无知 后面一个作用就是 无所不知 接着下面再说 深险众生善根 非思量分别 知所能及 每个众生的善根呢 都是不可思议的 而这个善根又分为 世间善根 出世间善根 世间的三善根 是不贪不撑不吃 但是出世间的善根 就是修学大圣佛法 勇猛精进 绝无懈怠 那这个三善根呢 我们天天要很认真的 去累积它 而这个三善根 又有各自的核心 贪的核心 是什么呢 情职 你把这个情职放下 那个贪就把它 很容易突破 你就不贪了 而那个称恨的核心 是什么呢 傲慢 等到我们哪一天呢 谁都瞧得起 那就太好了 谁都尊重 这个称恨的烦恼呢 就很容易把它放下 而这个 愚痴的核心是什么呢 对于世出世间 圣人的教会 有怀疑 这就是为什么呢 佛菩萨 祖师大德 天天都要讲经说法 帮助我们去移生性 所以不贪不称不吃 是三善根 反过来就是三恶根 那个很麻烦 那是三恶道的夜音 那菩萨的善根呢 这一个就是精进 我们问一下自己 今天用功跟昨天相比怎么样 您可不要说 跟昨天一样 跟昨天一样 就不能够成为精进 那个进是什么意思呢 有进步 说的比较白一点 比昨天要放下的更多一点 烦恼放下多一点 相应的就是智慧 增高了 增长了一些 这才是进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